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是真虾 大家好,我是真香團隊的邱玉英 那我的工作職位是企劃和行政 那主要是負責整理企劃書還有統整的部分 還有擔任拍攝影片的工作人員 我校歐玉君我在真香裡面擔任公關 然後就負責聯繫廠商跟就是聯絡一些活動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負責幫一家叫山海豚的社會企業做行銷 就幫他們打開知名度 那他們主要是在做一些老街的老屋的翻信 這樣 就是我們是看到在我們的家鄉附近 有一間是百年的米店,從清朝就在 對,然後他原本是要走向就是可能關店 就在也後繼無人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看到這間山海豚的社會企業 幫他們做整個的翻信 然後包括後續的經營 那我們就想說 因為老街上面 其實台南滿多老街的 那這個算是一個商機啦 就是他們想要做這東西 但是他們是為了造福社會 所以我們就覺得這個理念跟我們自己本身 想要看到的社會走向、反向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做這個主題 主要是時間上的問題吧 因為山海豚的老闆還有職員本身就很忙 所以拍攝上的一些細節 我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做討論 我們都會跟他溝通後 跟他們說 那這個企劃你們覺得如何 拍攝的影片也會給他們過目 他們山海豚有一間叫做 敬酒接裝 裡面有一隻電貓 我覺得蠻可愛的 就拍攝的期間 我們一直就是 往戶外啦 然後就可能山海豚 就會有貓咪嘛 然後我記得我們拍一次 是跟老闆專訪 結果貓咪就從旁邊走過去 然後我們就很害怕收一收進去 結果他就在旁邊嘔吐 對他就直接吐出來 然後我們就 老闆還說 他這樣很可愛 他已經習慣了什麼之類的 就可能比較印象深刻就是這樣 紀錄片有出現一位導遊 我覺得他蠻可愛的 因為他說話有點台灣國語 而且還會自己補充內容 感覺他真的很喜歡新畫 而且很願意奉獻 我應該是老闆吧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蠻厲害的 他本身做這個企業 他是從古到有 然後他從負債 就是他一直算是無償在幫別人做這些事情 可是他真的蠻開心看到這些店家重新的 重新的就是開啟他們後面的路 就不會後繼無人這樣 那我想對所有的組員說 真的很辛苦他們 也很謝謝他們 那為了讓這個作品更好 幾乎有一陣子幾乎天天都熬夜吧 為了讓影片可以看更好 影片可以剪得更好 或是企劃書可以更完整 幾乎天天熬夜 所以真的很謝謝他們 我想跟也是全部組員講 因為畢竟都是女生 那荷爾蒙特別的奇異 就是可能任何小事情 大家都可以就是 默默的不爽或什麼 但是大家都沒有扔的炒起來或什麼的 可是蠻感謝他們其實 對彼此的包容率都蠻高的 希望我可以繼續朝著我自己的目標前進 希望我可以繼續朝著我自己的目標前進 還有珍惜幫助過自己的人 我就是好好的就業 好就是我們爭相目前的那個粉絲人數呢 就是還沒有很高 對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 就是關注說社會企業在做什麼 以及老街老屋的議題 對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見這個專題這樣 謝謝 那謝謝你們今天的採閥 那可以幫我把麥筆採下來 謝謝 謝謝 對 不要那麼認真哦 小寶寂 這個一直發出那個聲音 這叫什麽 超過零差的 多惜